台東賣菜阿嬤陳樹菊 今年二月在菜湯上病倒 還開到住院治療了一個月 台東縣長黃建廷證實 樹菊阿嬤不賣菜了 而阿嬤的身影出現在高雄 已經快七十了嘛 人生沒有多久嘛 沒有病過那麼嚴重 第一次病過那麼嚴重的時候 要退休了 第一次病得這麼重 樹菊阿嬤這才驚覺自己該退休了 出院後 她住到了高雄這間清幽的宮廟養病 不過長年勞力的職業傷害 也讓她脊椎出問題 一度痛到站不起來 但醫師說是骨刺目前還不需開刀 而她養病這段情節 也有許多信徒認出她 大家在這邊的師兄師姐說 真的都會啊都會跟她加油 我看她現在精神也是好很多 只是行動方面比較 也方便也方便 現在行動也是比較方便 樹菊阿嬤透露 因為還有個心願未了 就是在台東成立 急難救助基金會 因此預計四月九日就要回台東 把這件事辦好 看來即使退休不賣菜了 陳述局阿嬤還是想把所有心力 獻給有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吳國珍高雄報導